7月初 黑龍江雙鴨山一名村書記帶著全村的中共黨員 在一間飯店用公帑吃喝被民眾舉報 而中央紀委監委公布最新數據顯示 5月份共查處1.7萬多宗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的案件 比4月份的9,755宗增加近一倍 所謂中央八項規定也稱為《習八條》 是指習近平上台時提出的八項規定 嚴禁公帑吃喝、嚴禁違規收送禮品、禮金等 公告稱被查處的官員違規行為 包括不作為、亂作為、違規收受禮金、違規吃喝等 其中原署級官員的案件有991宗 向科級或以下的官員案件有1.6萬多宗 中共當年一直在查處違反《習八條》的官員 但為何越查越多呢? 根據中共公佈的數據顯示 2023年共查處違反《習八條》的案件超過10萬宗 對澳的歷史學者李懸說 所有中共官員都將手中的權力變成貪腐的工具 變成行賄受賄的工具 變成行賄受賄的媒體 中紀委網行登出嚴查嚴治公款旅遊問題的一文 指近年來一些官員以黨性教育、紅色教育之名 搞公款旅遊 變花樣寫近球員到千里之外旅遊 分析認為中國經濟惡化 各級官員簾財的機會減少 所以利用各項的項目乘機佔便宜 施以簾財 同時中共的高層也大肆抓捕貪官 以彌補國庫的規空 中共這個體制本身就是生產腐敗的溫床 而且到了今天 尤其是經濟不好 官員越要撈錢的時候 他的手是不會軟的 這個時候如果說上面要抓的話 肯定是要抓一大批人 分析指中共以違反18條為由查貪官 也有政治內鬥的因素 我們都知道現在查的很多這個官員 他在成長期呢 都是在江派有實權那個20年 在那個時期他們積累了家底 貪了很多的錢 習近平他心裡是非常清楚的 下面那些抓人的人呢 他們也知道就習近平現在要幹什麼 習近平現在要搞軍備也好呢 還有搞其他東西也好 他最需要的就是錢 迎天行分析指 中央紀委監委和國安部門都大肆抓人 向習近平邀功